Spark 张开亮为什么惹人讨厌? 到底价值思维课程值得上吗? 大家好,我是Spark 你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很熟悉咧? 如果你是大马人,常常浏览YouTube 你一定看过他的广告 大家好,我是Spark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兵燕 今天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拍这个影片的 因为很可能会得罪Spark的粉丝 今天这个影片我们就要来探讨 到底Spark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黑粉 还有他的价值理财课程到底值得上吗? Spark张开亮是马来西亚知识型的YouTuber 他在脸书的粉丝多达300k Follower 在YouTube也有250k Follower 以马来西亚YouTuber圈子来说 知识型YouTuber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数字 已经是非常不可思议了 尽管如此,他的黑粉也是特别的多 我身边就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Spark 我曾经有一个理财规划师的朋友告诉我 Spark的影片不要信太多 那为什么Spark会有这么多的黑粉呢? 我现在就为你总结出两个最关键的原因 第一,理财知识免费化 外面的课程便宜的话几十块 贵的话上千块 Spark常常在网络上分享一些免费的理财课程 无疑会影响到一些理财规划师的饭碗 当然会惹同行的不满了 第二,内容反传统 传统来说,说到理财 大家会想到要去买储蓄保险 说到教育,大家也会联想到要去读大学来增网见闻 但偏偏Spark拍影片叫大家不应该买储蓄保险 和不鼓励大家去读大学 不读大学的影片引起了很多教育人士的po文反击 储蓄保险的影片主要点出了很多保险业的套路 甚至曾经导致他的脸书专业被举报而消失了好几天 幸好在Spark积极上诉以后 他的专业才得以重新开放 说完了Spark惹人讨厌的原因之后 接下来我就要来分享 Spark的价值理财课程到底值得上吗? 我曾经报名Spark的价值投资理财训练营 也上完了所有的课程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当中的内容 当然没有一个课程是十全十美的 如果你想要报名这个课程 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课程是预录的 如果你期待透过这个课程和Spark面对面视讯 那你可能就要大失所望了 因为这个课程所有的教学影片都是预录的 而且并非Spark的声音 但好处是你不需要在特定的时间上课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上课 第二,互动性太高 虽然是预录课程 但是开课后的每一天 学生都可以透过这个Telegram 来和老师和其他的同学来交流 这个安排很好 但是报名的学生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就导致到手机的信息特别的多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 那对你来说就真的很好 但是像我这种不太喜欢看手机的人 那些留言就会造成我很大的困扰 不过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就有被分配到一个专属的助教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他 但是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是一个不喜欢一直看电话的人 所以呢我就没有问他问题 不过在这个课程尾声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很多人在这个手机上面 感谢这个助教还有班主任 所以我相信这个安排是对学生来说是有用的 只是我没有用罢了 总结来说我还是觉得这个课程是值得上的 原因同样有两点 第一物超所值 这个课程总共有14堂课 目前只是卖9美金 算量来一个课程还不到1美金 这个价格是人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 重点是可以不断的温习还有重看 绝对是物超所值 第二建立富人思维 如果你希望透过这个课程来赚大钱 快速致富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失望了 因为这个课程呢 并没有什么发达秘诀 也没有什么快速致富的方法 这个课程主要是建立我们的这个理财思维 而并非具体的赚钱方法 我个人最喜欢的课程是 建立富人思维 还有最大化时间价值 这两个课程完完全全错重我的痛点 原本在上课以前呢 我是透过卖出自己的时间来赚钱 为了能够存到更多的钱 我就不断的省钱 能自己来就自己来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但说实话 这样的方式 钱并没有存到很多 反而是时间变得越来越少 我觉得这个课程 对我最大的收获是 我看待金钱 还有时间的关系改变了 我会开始计算 我的时间到底值多少钱 并想办法一直提升 我的这个时间价值 而不是一直穷忙 而且还赚不到多少钱 总结来说 我认为 并不一定要是生意人 才适合上这个理财课程 像我这种YouTuber或者是艺人朋友呢 也非常适合上这个理财课程 有了理财思维 艺人的财富才更容易转换为财富 坦白说 金钱的问题 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面对的 如果我们没有去正视它的话 这些烦恼会一直缠着我们 直到老为止都不会结束 如果你想要透过理财课程 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的话 我觉得SPOT的这个价值思维课程呢 是很好的第一步 因为这堂课才9美金而已 算到来都不到马币40块 所以呢绝对是物超所值 我有上过 所以我才敢这么说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用的话 就记得帮我分享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不哭的话 就会不懂 或许多的女孩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没有破坏 嗯 不疑